《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80後運遊世界 我們今天見到一個嘉賓就是我儀式偶像Gary哥哥 你好大家好 今天為何會請你來呢 因為之前Ebby是一位舊同事 我們也是舊同事 我們也是友善 Ebby認識你 所以我就想訪問一下Gary哥哥 因為他訪問你就是一些比較藝術、文化的角度 今天我們直接做一個專訪 人物專訪 個人一點 大家都很文化 今天西裝了一點 Gary哥哥說說你如何入行 反而想知道 是因為我們只記得你是兒童節目的主持 我接觸到你的時候 其實也對 你們接觸到我的時候 我入行的感覺就是電視的框框 其實如果我第一次踏足這個圈 我們不要說舞台或者是娛樂 總之我開始從事演藝的時候 應該是我讀APA的時候 就是演藝學院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那時候很幸運 因為導師都會給我們機會出去實習 我不知道現在你們會不會有實習 但是那時候會有實習的 就是去一些電視台 或者在電台那裡做一些小小的工作 我那時候開始就已經是 幫香港電台拍一些實況劇 或者是教育電視的那些 那些朋友 劇哥教你做個實驗 有時候拍一些劇集 是一個很好的鍛鍊 但是當初就是APA 因為好像當是委員會 不是APA我簡直是報讀 即是之後你入了 不是我正在讀那幾年 讀那四年的時候 都有機會可以讓你出去外面 即是當外面工作 但其實是一個實習的機會 但是那個兒童節目就不是實習的 兒童節目就真的做事賺錢的 那時候就應該是 做了畢業之後就做完 香港話劇團的演員 然後期間就入了TVB 那時候是不是合約的 合約來的 合約來的 做了三年 那時候有沒有接觸你 就是現在你做的反應 那時候就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始終入了電視台之後 一做事就 雖然我做一個兒童組 但是也很忙 有外景 然後禮拜日有廠景 大規短的心態是怎樣 即是當初我讀APA 即是可能我讀演藝 也是有一些理想 那當初怎樣去跳入了一個公仔商 裏面 做畢業節目 即是選擇人 好 那就要說一說 其實現在也有理想 都保持一百貨 那時候就是因為 我畢業 然後 幸好畢業之前 有兩個電視台找我 TVB 亞視 然後劇團 中英劇團 就說香港話劇團 我都會進去過 最後就收了 但是呢 我就回去問了老師 問了King Sir 問了 毛俊輝老師 就說 你那時候還小 不如你就 踩多些台版 拿多些經驗先 始終你是在讀舞台 那你始終都要 踏多些台版 即是做一個所謂的 全職的演員 即是真的因為香港話劇團 其實香港只有兩個職劇團 那時候比較大規模 香港話劇團是一個龍頭劇團 進去之後 你就不停 每天都不停排戲 你變成真的可以有一種 演員的生活 這件事是對一個演員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 都適合我這個提示 那我就不如 好吧 我就先寫電視台 然後踏足了舞台 然後 到了幾年之後 就TVB 即是那時候還沒畢業嗎 畢業了 畢業了 我畢業了 然後就投考香港話劇團 這樣 那在一個期間 完結之後 我就TVB 剛好那時候 技術局那邊 就見人 就找了我 很可愛的 我進去的時候 就打算是拍劇集的 即是打算去做一些劇集 然後坐在技術局 就對著聊天 跟職員 然後 譬如我跟一個女生聊天 然後那個男的監製就走過 那我就走過了 那我就走過了 你走過了 咦 這個年輕人可以 那那個是誰呢 那個就是當年的Mark Liao 就是兒童組的監製 那他就很想認識我 就立了我去兒童組那邊 OK 那你在說什麼 對嗎 還是覺得你要入兒童組呢 為什麼要入兒童組呢 可能因為我那時候 整個外觀都是 好哥哥 即是 好大哥哥 這樣的感覺 還有他覺得 我很適合做兒童節目 即是眼圓 對眼圓 即是監製那種聲音 對 加上 他又 兒童組那時候 需要人 那 那其實我就 我就問回Talen那邊 其實我真的想做演員 我想拍劇 我想做那些事情 然後他說 不要緊要 很多大粒的 都可以移動做 對 兩次會 對 就是 就是在數 然後我就說 嗯 都好 即是日後都是這樣 都OK 那我進去了 那就跟偶像 譚玉英姐姐 就合作 還是偶像 對 還是姐姐 對 OK 整件事挺好的 因為我覺得 進去之後 我發現 原來做兒童組 也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 不用先捱根底 還有可以爆炸 對 沒錯 這個不是傳聞 是真實 就是爆炸 爆得很厲害 哈哈哈 真的好賺錢 如果做兒童組 因為我又沒有在做 你現在正在做 現在正在做 剛剛退 但好像現在這個年代 沒有我們那時候 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多外景 因為沒有那些 還有那個表演好像 算得比較緊 是的 而且小時候 你們有一個環節 我覺得是很OK的 即是 去學校門口 問你問題 校圍最多星 是嗎 對 是 我記得了 是 你十多禮物 是的 你也有玩的 我是 有拍到我 我有拍到我 那時候 小朋友通常這樣 對 我們是這麼有趣的 我們一出車的時候 在車子裡 就穿了制服 走完廁所 就預備了 因為通常都是 在放學 或者午餐那段時間 去平石那裏 一下打開門 小朋友就湧過來 就湧過來 真的 知道有東西派 就湧過來圍著 就問了 通常我們都 聰聰水 有時候 除非答得很離譜 會告訴我們 那些禮物是送的 是啊 我覺得那個環節 那個環節 我覺得可以再開玩 對 還有你們是否喜歡 玩一個 跳 那裡貼著 我知道 然後要狂凳 但是要上廠 那些 那些要上廠 那些要進來玩遊戲 很好玩 還有衝出原始島 那些 我知道 要爬爬爬爬爬 有個鐵線的洞 讓你爬爬 最後去到很多山洞 然後就拿了牌 贏了 我始終覺得以前的創意高 那些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以前那種 就算是姨哥也好 我以前唱姨哥 我知道 我懂得唱 那些歌可以了 他會覺得可以 唱得太多了 唱得太多了 那種感覺是挺開心的 始終是小朋友的東西 但是那時候 你學習到什麼 比起你的舞台劇 其實是另一種媒介 雖然以前都說 有做過 做一些兼職 但是 正正式進去 一個電視台裏 做一個兼職的藝人 是另一種東西 真是很平常的 每個星期六 星期日都不停 由早上八點到晚上 可能十點到十點 都是在拍那個星期的東西 那種的練習 都是一種的方法 整個廠一天就停了 對 我們拍了兩天的廠 拍了六、兩天 就拍了你們在家 拿開電視機看 那一個星期的表演 接著就外景了 接著就來學校的禮物 一個星期就隔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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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 那些時間應該都覺得很快 時間過得很快 那些表演又 又爆得很開心 又爆得很爽 那一刻又要退休 那些事情 你做什麼突然 你看到現在 賀世寶還在做 是嗎 我看到賀世寶 不時都還在做 我想他不走了 好像譚浩英那樣 他想捧他 譚浩英姐姐 始終那時候 我也是喜歡做舞台 那一刻 還有一直做得太 即是我不同 譚浩英 或者是賀世寶 現在 我們始終男生 有種心態就是 想搏 想什麼都試一下 想找機會去拍劇集 但始終還沒有機會 那時候 有沒有舉手 有 沒有辦法 因為我最記得當時 有個監製 找過我做一個劇集 不是很重的角色 但有得發揮 但因為不能離開 兒童組那邊監製也不放 所以不能離開 就沒有機會 要不就要離開兒童組 跳去大角組 沒有辦法 唯有這樣 即是戲劇組 那些 結束到約門的時候 我就沒有做 那就選擇 對 選擇做舞台 還有 那時候 剛剛應該是 外面有舞台劇 找我做 那我就 可以 那我就繼續做舞台劇 但在那段時間裏面 我都因為唱了一堆兒歌的時候 我也有回到TVV那裏 拍一些MTV 或者做一些兒童節目的事情 我覺得 你那段時間是最黃金的 我們小朋友還是會看電視的時間 現在的小朋友是不看電視的 現在的小朋友是玩你這些 是啊 即是我們當年就是會 走回去追著看 原來我是不知道Gary哥哥 你只是做了三年 你感覺好像很久 我感覺你好像陪伴了我十幾年 那我現在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 我有時跟朋友聊天 就是說 每一個人 最開心的時刻 就是童年的時間 那種的回憶是最重要的 以及最入心的 那變成可能在那段期間 你們說 你們最喜歡看電視 或者看電視機 看到閃電長相機 那個節目 已經深深地印在腦裏面 到你現在成長的時候 即是遊戲我還是說 十幾年前的遊戲 那樣東西就不同 即是你會記得 即是我都會記得 我那個年代看黑白殭屍 或者是周星馳 我也有看過 是啊 但是很害怕 有一次我自己吃飯 我在一個食店裡撞到你 是嗎 你坐在我旁邊的桌 在哪個桌 我講什麼人 我陪伴你 我陪伴你 我在那裡吃飯的時候 我朋友很大發言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你見鬼 我給你那個歌 然後我朋友又唱過首歌 即是你出場歌 然後我朋友就說 很害怕 為什麼我們小時候看人 是這樣的樣子 現在都是這麼年輕的 很恐怖 很害怕 究竟是怎樣保養 其實我主要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我主要都是食房子 主要是電視的那個哥哥 我以為應該會有一些年紀上的距離 應該是變成長大了 就是Uncle Uncle 但是還是Gavy哥哥 終於是跟電視無差別 而我已經長了這麼多 即是我幫你這樣 我幫你貼貼紙那些 即是 那一刻我覺得很厲害 即是 我覺得你的演藝壽命 可以拉更長 即是 我知道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好 其實這件事就是 伴著你們成長 即是 其實在你的感覺裏面 我沒有變 但你們就長了 真的沒有變 其實這件事 其實就是 引證了 是伴著你們成長 我就不成長 即是那個精神 你就繼續食房子 那個精神 對 你啟發到我想這件事 我翌日會回答人 即是 我的印象 在你們小朋友的腦裏面 還是哥哥 還是哥哥的印象 但你們是成長了 我的印象沒有成長 但其實我內裡就成長了 我知道 因為 我後來再見到你的時候 是 我去看 我去看學彩 我給錢的 我買給你看學彩 我也是一個觀眾 然後 我覺得很驚訝 那件事 是 因為當時 你唱哥哥的歌 是 你看哪個版本 你看早一點 在獸神還是APA 還是 APA APA 就是我最後一個版本 是的 然後 那一刻 我把哥哥的形象 扔掉 當時 嘩 因為 那個唱腔 你是很刻意去模仿 不是的 我不是刻意模仿 不是嗎 我不是刻意模仿 但很像 我始終覺得做一個這樣的角色的時候 當時 以前我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會有點害怕 因為 畢竟他是我自己的一個很大的偶像 我很喜歡哥哥 我很小時候已經聽過他的歌 可能是因為這樣 他的歌已經入了血 就算排戲的時候 導演都會說 Garry你基本上就是哥哥的人肉卡 OK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即是 劇本 或者想這歌 怎樣的時候 即是創作劇 我們會放一些東西 他都會問 Garry 這首唱什麼歌 你這首歌怎麼唱 我就馬上哄出來 即是那種感覺 變了 我也都不希望 在那個表演裡面 被人的感覺 刻意去模仿 或者是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沒有人可以代替到哥哥的 我只不過是 在那個劇本裡面 正在做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只需要做那件事 還有唱那些歌 那我用心去演出 但真的很像 我朋友都說 如果今天看到你 一定會跟你說 真的唱得很像 他會覺得真的很像 帶我們回到那個劇裡面 我們會進去 還有很厲害的一件事 我真的完全不覺得 你是Garry那個歌 即是擺脫了 把你抽 就可以抽走了 我覺得那個 多謝 第一次看舞台劇 就是看《學彩》 OK 因為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男主角 是我朋友的男朋友 我們也是 很複雜 很複雜 去看他 本身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給了一次買張票 看舞台劇 是不是不能說話 不是 我可以笑他 其他觀眾也可以笑 然後我看到你 是不能吃東西 是 真的 真的很深刻 然後我到原場更加深刻 因為 我不知道原來舞台的 員員會走出來 簽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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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合照 真的 他是簽唱會 你有沒有簽名會 我排不到 你那裏很久 這樣排是對的 你知道嗎 Jay那裏不用排 你不可以這樣說人 我認識他 他也沒有過來 OK 我不認識你的牌 他就有那些 有賣花 真的很厲害 但是Jay那裏真的比現在新一代偶像 我之前做了一些商場所主持 有些新一代偶像 定多兩條 是拿著牌 那兩條很快就沒有其他 沒有人會有共鳴 但是Jay那裏是 看完那些人都死不走 在那裏等我拍照 是有一個很大的舞台吸引力 這是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也有繼續看我演出 有 你很像Facebook那樣 其實那件事是頗好玩的 即是舞台劇那種 互聯合的 即是和觀眾的交流 而且你看完即時反應 而我們給你那件事 是很厲害 而且作為一個演員 需要有這種 那種涉人的力量 因為其實不是太多演員去懂得 即是其實每個人都可能會有 但是怎樣可以訓練到有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要慢慢去累積經驗 以及怎樣去控制拿捏那件事 但是當時你回歸回 即是你開了TVB 那你是不是回去做舞台劇 那時候不是即時就做了男主角 其實Thank God 我就馬上 蘇媽那麼久我也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本來就是你的舞台魅力就抓住了 其實因為我一向做很多都是做音樂劇的 其實在香港做舞台的音樂劇 男演員女演員都不多 因為其實要能唱能演能跳 其實不多 變成我也有一定的市場 所以我在TV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有去接觸 繼續接觸 那變成也有做 好的 就是一直接觸 一直接觸 就好像我出來了 我也有一直在TVB去拍一些兒歌 或者一些兒童節目的事情 果然是半我成長 很心癮 但我真的說真的 我那時候沒有去看《學才》 我那時候是很想去看 但不知為什麼看網絡劇那種 就是一定要有人陪 都不是的 我覺得是一定要有人陪 看你看什麼舞台劇 其實不一定要有人陪 因為你看的時候 是在生活著 那樣東西 就不是看電影 不是看電視 或者在家裡看DVD 那些你真的可以一個人 你隨時停止都行 隨時什麼都行 但是你進到劇院 整班觀眾一起跟你 其實你不是一個人 你是那幾百個一千的其中一份子 因為我剛剛接觸舞台劇 就是讀浸會那段時間 因為身邊所有朋友都是玩Drams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 永遠都是Drams 那時候才能接觸到 才會開始去看 通常都是 十幾個人一起去 那我就才去 之後很少一個人會去看 所以我想未能感受到 那一刻 我之後支持你 我真的要感受一下 我們當然要拍照 你幫我開機 這次我們認識了 你就可以直接排隊 可以進來 進來 那你簽名就不用那麼久了 沒錯 就是一路做下去 就是舞台劇 都是音樂劇為主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唱歌 直至到我接下來 我出那個CD 我都是以音樂劇為主題的概念 就是我都是會選一堆 我自己喜歡 或者我以前做過的音樂劇的歌 就放進去我的專輯裡面 甚至我在裡面 我都選了一些 香港電影音樂劇 其實不多 如果我問你香港電影音樂劇 請你數一下 對 Bingo 如果我喜歡這種感覺 愛君如龍算不算 不算 有少許唱歌 我不算 還有市場的一些 雪狼湖 或者夜半歌聲 我選擇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歌 放進去這支唱片裡面 其實我實在想告訴別人 我很喜歡唱歌 和我很喜歡音樂劇 我也希望藉著這支唱片 去介紹給香港觀眾 聽音樂劇 其實舞蹈和音樂劇 是可以融合的 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但是譬如 構思這支唱片的時候 會不會自己做 或者自己有些 有 有想過 不過在第一支唱片裡面 因為一個概念 我是用這種音樂劇的概念 即是現在是第一支 是 是我一生人裡面 第一支 真真正正 雖然我那天和蘇若驊 很像出過 是 是 我也可以這樣覺得 我那天和蘇若驊飲餐 她就說 Garry你 不是啊 你好像已經在唱歌 沒有歌 我不是 所以我說不是 真真正正就第一支支唱片 是這支唱片 因為以前的唱片 可能會是你聽過的兒歌的唱片 又或者一些舞台的音樂 我唱一兩首唱片 但這支我真的是 個人的專輯 個人的專輯 變成一個歌手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當你選擇歌曲的時候 和製作者聊天如何整理的時候 各樣東西是很不同的 今次是否自己拿捏所有東西 即是你和製作者聊天 真的是自己的 因為今次很好 因為今次唱片公司 每個老闆是很放心地 讓我一起跟製作者 因為可能我自己喜歡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組成了團隊的製作 都是自己為主導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以及去跟別人做一些意識 我很喜歡意識識的 今次找了Joseph 王偉年 幫我做製作者的時候 我們聊天 我們每一首歌我想怎樣 怎樣的設計 大家有聊有聊 做出來的感覺都可以 很好聽 因為我自己覺得 但是你是從來都想用這個概念做一首碟 很久的了 很久的了 就是你開始已經 你買這首碟的時候 你看裏面我寫的東西 你就明白我的感受了 記得 現在Joseph 現在Joseph裡面有一首 我有看一些MV 是不是其實真的抽回以前舞台劇的歌曲出來 你看我的那些 我想打你的名字 因為很多時候是一些粉絲 就幫我剪輯 剪輯 但他只是只有一點 我昨天看過 唱一下就沒有了 可能是一些 他剪輯不好 可能他不夠了 或者不夠熱想 你再多點 他通常都夠了 偷錄 因為我想知道 我起碼要訪問 做一些功課 我聽了一半就沒有了 其實是這樣 就要買碟 就是買碟 但是創作上 你說要選擇改編歌 你唱過那麼多歌要選擇是很難的 過程 因為譬如我這首碟裡面有十二首歌 其實 是大碟 是大碟 個人大碟當然要出個人大碟 因為怎樣說呢 太多歌了 我唱過的歌 我放進去的時候已經是爆了 基本上是有第二首歌 所以 所以 我還要加一些商業的歌 變成已經是 塞到爆了 我唯有寫戲一些的歌 就先放了這次 就留待下一次 即是那些是更加 殿堂 起碼我第一首歌 是我自己放一些我自己最喜歡的歌 嗯 可不可以說一下有什麼歌 其實 有什麼歌 你 呃 很多 譬如 你想說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一個兒哥來的 我整天想唱 你下一節 我給你一個solo位給你唱 我整天都很冷靜的 冷靜的 然後就立刻放著我 最後一首十二分鐘之後 然後突然可以唱 我那個八字他已經放著我 很敏感 很敏感 這個就 不會有了 不會有字 不過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都會有延續的 因為其實 很多 小朋友變成大朋友的你們 都已經在問我 會不會有延續伯 哈哈 那個直播 是會有的 第二個公園 對呀 做別的事 好的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Gary哥哥聊 好的 好 好 Zither Harp 看着设计电脑的我 最爱的男女的微博 关注你最近生活 都是怎样的过 要证明认真的你 微博天天兴趣惊喜 评论你发你的私心 渴望得到你的注意 只想要你 我想关注 让我的微博从此 不再孤独 给你关注 让我就满足 不用再受等待的苦 我只要你 我想关注 我们在微博弧弄 相对相处 给你关注我 万事触目 你总会自我 搬护不再对我 关注 让我 偷偷的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80後混遊世界 繼續有我們Gary哥哥 在講迪巴繼續問你剛剛有問題 就是想問你選擇的編曲是否完全自己做過創作 因為上網都看過了 你說三一半夜都叫監製出來要自己錄一首歌 還可以一拍過 究竟你創作這些歌的時候有甚麼 就像剛才所說 我這次跟製作者Joseph做得很開心 因為首先我的概念就是我去選一堆舞台劇的歌 音樂劇的歌我唱過的 我很希望給別人有一種新的感覺 雖然有某一些的歌是我唱過 可能你聽過你聽過 但是有某一些MASK的觀眾 新的觀眾 普羅大仲是未聽過的 那我就想有一種新的感覺 我就把它重新整理 但我也想保留原汁原味 因為你聽過 你也聽過 那怎樣做呢 就改了一點 在整理上 樂器上 編排上 唱法改了一點 但我又想有一堆 例如在戲裏面 遇上一個寫的女孩 我和女主角有一場戲 女主角唱那首歌 我覺得很好聽 有時候演戲就是這樣 為甚麼那首歌不是我唱呢 是的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為甚麼那首歌是另外一個男主角唱的呢 為甚麼這首歌是女主角唱的呢 我很喜歡那首歌 因為我覺得一首好聽的歌是世界性 是全球的 是誰唱都可以 總之歌詞好聽 歌詞好重 那我就拿來唱 我又要重新整理 我不可以唱女主角的 是不是 所以我又再重新整理 又再重新編過 那變了 給所有人來說 那就是一首新歌 加上 我又選了一些剛才我所說的一些POP的歌 譬如《雪萊湖》裏面的一首歌 或者是《如果愛》裏面的一首歌 先講《如果愛》先講《如果愛》吧 我聽完那首歌之後 我看完那部電影 我覺得那首歌很好聽 但那首不是《如果愛》的主題曲 那首是張學友唱的一首插曲 叫做《你是愛我的》 我聽完之後 我看完那部電影很有感覺 很棒 於是 因為我這首第一隻碟 是廣東大碟 但那首原本是國語來的 我唯有把它放在這裡 唯有把它翻譯成廣東詞 那我就找了《如果愛》的班底 就找了高世章和田詞的 陳偉忠 重新幫我填完廣東詞 那我跟陳偉忠說 你可不可以和我意譯 還有保留《如果愛》的那種味道 因為他本身都是填《如果愛》的那些碟 於是他就填了一首新的歌詞給我 就叫做《撲火燈我》 這首歌我覺得 只是看一些詞 他一扔我來第一稿 我已經很喜歡了 那種的隱喻和那種的比喻 他用了《天蠍座》去比喻很難捉我的女性 哇 很高 很高 男主角如何沉迷在《天蠍座》裏面 《火燈我》就出現了 我亦都跟監製說 可不可以和原裝很不同 如果你記得的話 原裝的《你是愛我》是比較活動的 整個編曲的唱法也是 我第一次拍的時候 我也是保留這種感覺 但是我那天 那晚我去 因為4月那段期間我錄音 有一晚4月26日 我去看出我有演唱會 上個月的時候 我看了中學有演唱會 我看完之後我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都很喜歡他 聽他唱完那一部分《Unplugged》的歌的時候 我回到家後 哀哀亂 然後又回想 死了 我要唱他的歌 那種感覺很難形容 於是我就打給監製 我說可不可以重新錄這首歌 因為其實都很大冒險 即是如果你錄音你就知道 你重新做過這件事 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放下 那些是價值來的 但是監製很明白我的心意 大家都希望這件事是好的 希望那個產品是好的 然後進入錄音室 真的再錄過 我想我重新再演繹過 即是重新的唱法不同 那出來 監製就一起聽 就已經說 Garry 你的選擇是對的 即是 即是那種喜悦 那種認同 以及大家一起工作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出來了 我也很開心 也很感謝監製的信任 即信任可以做到這件事 是的 因為其實不是很多所謂的藝術的人 是很主觀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覺得自己的東西最好的 但是我們掌握的時候 我們覺得可不可以為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是做到最好 所以就有撲破燈鵝出現 所以就有撲破燈鵝出現 但譬如其他歌曲還有些什麼特別 即是你怎樣再選擇出來 還有一首 還有一首 還有一首就是陳奕迅的歌 我猜不到我會唱陳奕迅的歌 陳奕迅 那現在有幾個歌手 其實就有兩個歌手 其實我很想有第三個歌手 第三個歌手也是我最想唱的歌 就是張國榮哥哥的歌 這首沒有放下去 反而沒有 不是我是很想放下去 但是因為有一些版權的問題 我還未拿到版權 我很希望可以拿到的 其實你續手拿回這些版權也很花時間 很花時間 很花錢 這個就是老闆的信任 還有他覺得值得做這件事 因為我有問過拿回80年代的版權 原來有些東西是天價的 是的 有些東西真的 他直接說 好 你想唱 我買個面子給你 他不收也行 其實看你怎樣談 看那個人怎樣跟你交 因為其實 藝術的東西 真的要跟你說 無價也行 沒有太多賣給你 只是說我不想你唱 他就可以不買 對 有沒有遭遇過一些困難 在你籌備這碟的時候 至今也沒有 因為你那麼厲害 不要說 只不過我希望 譬如我選擇學友的歌 或者我選擇Eason的歌 我是希望敬禮他們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學友和Eason 我聽譬如說Eason的歌 我選擇了《雙信》 比較中文的歌 西村人幾剛 是的 西村人幾剛 他的歌手講琴 《徐徐有當》 我知道 他曾經說過不唱 但是他曾經說過 以後不再唱 在某個音樂會唱 最後一次 我有看過 但結果他的歌 但那首歌 一首很好歌 為什麼我選擇 就是因為 我找歌的時候 我聽到他的歌 然後我發現 歌詞很棒 還有音樂 我一看歌詞 就覺得 是一個音樂劇的故事 因為他有一個故事 而且是很悲傷 很觸感的 我就覺得很適合我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有很多音樂劇 歌詞不知說什麼 是的 就算是好心 總之我不明白 他們有他們高的境界 我未必明白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 相信 我覺得是很觸感 而且很簡單 很有故事 是的 一看就會掉進去他的故事 我覺得很好聽 而且他的音樂劇很漂亮 於是我就跟監製說 可不可以唱這首 放進去的概念 即差不多每首歌裡面 都可以有一個意境 有一個畫面 有故事 是的 這是我最想 解選的歌 是的 我最想 跟普羅的音樂劇 唱片有少許分別 因為始終第一個概念已經不一樣 就是一個音樂劇的歌 另外第二個概念就是 我希望每一首歌 全部音樂劇的歌 就算不是音樂劇 都相關於音樂劇 譬如說 好像剛才相信 我覺得歌詞很有感覺 還有很有故事 譬如說 雪樂湖裡面的普說 譬如說 如果我裡面的 你是愛我的 全部都是跟一部劇有關 但是搬下來之後 其實他們是商業歌 搬下來之後 再重新包裝的時候 就是一種新的感覺 我希望有一種 新的東西出來 在這個市場裡面 好 譬如你有十二首歌 每一首歌的 一二三四六七排序 有意思的 我經常都不明白 怎樣選擇 會不會是 我要開始主打歌 我通常會放第一首 或者第二十二首 我的主打歌又明白 是不是放第一首 主打歌 快來派台了 那究竟排序的篩選 是經過什麼思考 你那時候 經過心思熟慮 是你決定的 你決定的 那是想過一段 都排過 怎樣排好嗎 怎樣排好嗎 然後這樣排完之後 意思是怎樣 因為我很希望 每一個聽眾去買蝶 回聽的時候 都可以慢慢去賺 因為其實這件事 我可以講講 就是說 現在這個年代 雖然 我也知道的 不是太多人會買蝶 很多時候都是下載 或者是 用這個方法來聽 不會是在家裡 爆著一部機來聽 是 這個是一個 trend 但是 我也很想藉著這個蝶 裡面 等一些人 可以回到以前的年代去 真的去賺蝶 以前是這樣 聽劇情帶的年代 再到時候 就算好像這樣 買一部CD以前 我們回去 放在一個盤裡 可能是整個月都是聽那部CD 是啊 是在討論他每一首歌 究竟那首歌是說什麼 那個締結是為什麼這麼漂亮 為什麼別人做到這些東西 現在沒有人會去做這些 就算現在的樂評 都不是在寫這些東西 以前不是的 以前的年代是 你真的聽那部CD 聽哥哥的CD 聽長白強的CD 才探望的CD 真的去 哇 放一支碟進去 裡面真的 爆足整個月都是那支碟 很值錢 真的什麼都值回 但是現在就少了 我希望這支碟 可以給予人這種感覺 真的用心去聽 因為我真的用心去做 做唱片的方式 因為我不熟 這件事的製作方面 會不會跟現有 現在我們見到那些pop star 做那些音樂 就是你的處理手法 跟他們有很大的分別 你知道兩者有什麼分別嗎 我想其實分別不大的 大家都是用心去做的 哈哈哈哈 但是我的分別是 分別有不同的 有些不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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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 老闆 他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有時候和歌星都 叫你唱就唱 就唱了 那些新人 有些不用心 但是我們真的用心去做 還有在製作環節裏 我們這次CD 是有少少偏向發燒碟那邊的做法 當然不是100%發燒碟的做法 因為真真正正發燒碟的做法 那個價值更加大 這就留待下一支碟 但是這支碟的方向 就算是錄音搭配那支咪 原來選擇那支咪 因為每一次進入錄音室 他都會換了一支最漂亮的咪 他說是對音樂最漂亮的 那時候用的 還有在整齊上 還有最後的教練上 都是偏向一些 希望做得更漂亮的感覺 那質感 因為現在你堅持做這種唱歌 會不會是 因為知道某些歌手是不對的 會調整的 會不會比較少後期的數碼上的 剪輯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問一下 會少了 因為 迫你這樣回答 迫我不用這樣回答 一定是這樣回答 因為譬如一兩支之後 基本上問題不大 因為以前唱就要唱一整首 現在也是唱一整首 對 那一定是這樣 聽完之後才有什麼很大感覺上 或者是瑕疵上 你才做 很少會逐一整整整整整頓 對 因為如果如果逐一整整條 那首歌就好像是聽一出的 就算有多勁的功夫混合都聽到的感覺 總是差一點 因為Naomi他也有一支碟 為何你聽到我了 之前也跟Galey說過有疑問 出了一支碟 我不知道你面對那一陣子 還在做了 做了可能下個月開啟 但我就用自己的方法 我比較網路歌手一點 你自己寫的 你知道我把聲音那麼差 劉瑪麗也很差 你會是你很耐心的 沒有那麼低的歌唱 但就比較想做自己的事 跟你一樣有一點夢想 因為我不是很想做什麼模特兒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想唱歌 不知為何經常被人擺在那些 不是做主持 不是去做模特兒 拍照 其實跟我本來自己最想做的事 沒有什麼關聯 有沒有一些建議給我們 你的發十後呢 大家都是出碟 有沒有一些建議給我呢 我不是買唱功 我是買 除了用心做是一定要的 等一下 你自己說一次 不是買唱功 不是買唱功 不是買什麼 我是買 歌詞是有自己寫的 歌詞是有自己寫的 我買才華 歌詞是因為 MV都是買我自己的概念 雖然有衣服 到看景 MV怎樣拍 我都有參與 但是唱功是你嗎 唱功是你 哦 那你也買聲音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挺有趣的 全世界都告訴我 看完MV的120秒試聽版 所有人都說 Nami又看了你的MV 很漂亮啊 從頭到尾沒有人看過 唱歌唱成怎樣 其實我給你的意見就是 其實你回答你自己 因為你第一句跟我說 我不是賣聲 不是賣實力 不是賣什麼 然後你就說 我拍了很多音樂 很多MV 那些人的感覺 就算看了 其實我也有看到 因為我知道你上來講 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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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的感覺也是 這個藝人 拍的東西很漂亮 但是你是不是想人 要看你什麼 我是想人 覺得我自己 因為以前公司 在台灣的時候 給我的形象 其實我有一些都不喜歡 我自己 我根本就不喜歡 那些衣服不喜歡 那個MV裡面的公主 才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其實 我很想讓其他人 看到一個我自己最喜歡 自己的情形 去發展這件事 是 是 還有 因為我沒有你那麼多 那些粉絲 我那些全部躲在 有的 就是躲在那些 我最 有你那個場地 躲在那裡 好 好 好 反而我 有試過像你那樣的畫面 就是動漫節 就是動漫節以外 我都很少有這樣的場面 其實我很想做一件事 對 好像你那樣 但是你是會寫歌和作曲 填詞也有 作曲也有 作曲也有參與 可能我 你是國語來的 那首歌 對 我可能有彈琴 我覺得 我們彈了一段MOD 我告訴她 可能我鋼琴不是很厲害 我少懂得一級 一級沒有什麼用 就是只有那幾個按鈕 我跟她說 不可以 這裡可以高八道 或者轉做 兩個女生一起去做的首歌 但是我 將作曲寫在她 因為真的是她做 編曲我就找回 真是專業的 台灣的音樂人幫忙 我希望做出來的首歌 感覺到少女的味道 始終我想是少女的時候 可以分享一個點 還是少女 我現在保持不了姐姐 你明白嗎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爭吵我當辣妹姐姐 其實我想保持一個少女的感覺 我正在學著你 十年後 那些人仍然覺得我是那個樣子 我覺得挺不錯的 其實你現在不是在做這個事嗎 但是你比較有型 那不同 那條路又不同 所以我知道 我拍不到你那種MV 你拍得挺好笑的 你還可以的 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 我之前其實有一首歌 剛剛提到你剪輯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我問過相關人士 我有一首八十年代的歌 就是一男一女唱的 合唱歌 雙逢我必殺雙息 不是 好笑的 當然好笑的 快一點 即是再後一點 不是 再八十年代 這個是九十年代初 那是什麼歌 再見Puppy Love 再見Puppy Love 林珊珊 還有陳北強 還有陳北強 我有一首歌很好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我一看完那部電影是阿士重播 那你想怎樣 你想獨立唱還是找人跟你合唱 我想找這首歌的剪輯 但找不到 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跟我唱 我跟他們說 其實我不一定要出碟 但我想唱這首歌的新版 因為他真的非常好聽 就是我 剪輯不知是找不到 不知怎樣找 因為我不是做音樂人 所以剛剛我看到 為什麼你可以找到這些人 你這麼厲害 反而我很想知道你是 靠這十幾年 只要是唱片公司找 要去一點 就是你看回他的唱片公司在哪裏 找他 反而一開始你去加入這件事 好像是華星 是嗎 好像是 華星的嗎?陳北強 不是 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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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舊 因為很舊很舊 我找不到一些特別資料 我真的上網看 然後華星撿了 玩東西 但當初 譬如 真的 就是 我們80年後 都想出一張唱片 我覺得 真的沒有途徑 會不會呢 其實這件事 大家可以留意 我接下來六月的 Like文化 我們就會介紹 Indy音樂 即是獨立製作 那裏我也訪問了很多 不同的樂隊 還有一些做Indy的 那裏也有介紹 如何可以自己 做這件事 那快點記得要留意 記得留意 記得留意 就是Like文化 Like文化 OK 那裏也會說回 因為很難 除了我覺得是Indy Band 有隊Bang 要一手包辦所有的東西 說真的 就是普通一個 我真的很喜歡唱歌 其實現在很多網 很流行放在YouTube的網上 你也有做這些 那個點擊率 其實已經很出名 但其實很難的 為甚麼 說真的 為甚麼 我也想學校怎樣 訪問他 例如你微博 要有人去看到你這個人 你已經需要一個辦法 但你很厲害 你的影片是放在微博 我傻的 我只能打電話 跟微博說 我想做明星 不是的 但微博很少可以放到影片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真的打電話 跟他說 他吸引我線 是嗎 他終於放到 然後15分鐘後 打電話 我老實說 你很OK 你很美女 就是這樣 原來我聽你這樣說 原來我聽你這樣說 明白 那你就知道自己走哪條路 完全知道自己 完全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因為 好像我的朋友 真的八十後 或者再更小 我很想做明星 他問我 除了參加超級巨星之外 有甚麼可以做到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 好像Gary哥哥 你真的讀書讀出來 但其實 好像我們這些成績 不是那麼好 你也不能進入AP 不關事 其實是不關心的 我當時是進入APA 是 你又不懂 你就是 我當時敲門 阿浩sir 吳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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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浸會 浸會的一個sir 我叫他寫推薦信給我的 他當時說 我不會認識你 為甚麼要認識你 然後我說 不要認識我 不要認識我 現在就認識了 然後他給了我電話 我直接打電話 我約他每天 一個星期三次 好像吃藥 一次三個小時 就踩到他教授的辦公室 他教我電影的東西 因為我喜歡電影 我個人 那一路搞 但在APA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又二月給了報酬 幾百人去看第一次 又寫了編証 到你六月才知道 結果有沒有第二次 當你知道 還要八月尾才知道 你能不能讀 那段時間 就真的堪開到爆了 那時候是有第二次 你傳達條件 又是在裏言 或是演奉 應用到台上 又是電影 但是 看到去 三位導演 有一位劉成杺 一位舒奇 還有一位 還會忘記那位 然後一位 你有沒有考慮學成這樣 讀書 學生 我說 不行了 那個時候 成了一件二十七十四 一年 一年再加四年 還不是保證你一定會升級 那一刻有一半是為了級級 一半是為了理想 那真的不行 我也想直接讀級級 那時候在讀書寫 最終真的進不到 但不知道是否好事 結果是經過很多重困難 又叫做入到友善 我覺得又拍到一段時間 也算是結束了 其實很簡單 怎麼說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很想做的事 我自己也有 你也有 你也有 每一個年輕人都是 每一個八十後也好 我自己覺得只要你保持自己的理想夢想 我不要你用什麼途徑 或者終於用了什麼途徑 或者遇到什麼困難也好 只要你的火火還沒關的話 我自己覺得 始終有一天都可以達到你的目的 只不過 那個路程裏面 究竟你是在走一條直路 還是這樣鬥 還是怎樣 但是你的目標明確的話 你始終都是去到那裡的 是吧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但是你這麼久了 講回Gaby哥哥你認識 就是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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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個時刻我一定是很希望可以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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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月,6月中有的了 我們又整個部分,好像Ebby那樣 拿上來看 下次有個碟,我們又可以播放你的歌 好,多謝基督哥哥上來,謝謝 拜拜 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